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庚得知有一户人家 马棚里生出一只全身红色的赤兔马 一出生就能走路 还跑得飞快 现在这只小红马可欢腾了 能日行千里 陈庚不知真假 便去了哪家想瞧就明白 不瞧还好 这一瞧 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这家人正在给小红马赤兔马喂草 见领导大家光临 就知道是为赤兔马而来的 陈庚的老农 你这马 看上去是红红的 真的能日行千里吗 老农说 那还用说 你瞧这赤兔马 全身贼红 这么小 黄奔起来 比大马跑得还快 他跑起来都停不住 都叫不回来 陈庚上前摸了摸这马 感叹道 的确是好马 可惜还这么小 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 你这马 我提前预定 等长得差不多时候 我来买怎么样 老农却说 领导啊 我这马可是宝贝 你买不起 陈庚乐了 宝贝也有价 你尽管开个价 老农却说 无价 这马我不卖 陈庚无奈就回去了 原本是想提前预定 把这马送给许氏友 却没想到老农不卖 就回去跟许氏友 说了测试 还说这马怎么好 怎么配许氏友 许氏友笑了 都说你聪明的呢 怎么头一回 这么总就跑回来呢 陈庚无奈的说 是啊 老农不卖 又不肯报价 硬是说无价 我能奈何 许氏友笑了 走 带我去 我有办法 能让他卖给我 不是陈庚就把许氏友 带去买马 老农见陈庚 把许氏友带来了 这一块的老农 都认识这个司令员 老农感觉下一秒 不会有什么好事 许氏友大声说 老哥 你吃马不卖这个书生 你卖给我吧 俗话说宝马配英雄马 你看他一戴眼镜的书生 不卖给他能理解 卖给我老许怎么样 我老许可是爱马的人啊 这么说也算得上一位英雄啊 老农愣了一会儿 还是坚持说 不卖 不卖 死马无价 许氏友一声喝下 你这老哥 好不识抬举 什么东西都有各价 我用一辆吉普车跟你换 你看行不 陈庚在一旁小声笑道 你哪里来的吉普车 许氏友把陈庚推到一边 戴眼镜的瞎掺和什么呀 老农愣了 别说什么车 你拿飞机给我换 我也不卖 许氏友见他软硬不吃 呦 是好说歹说 跟老农唠叨了半天 陈庚在一旁听得都打瞌睡了 最后许氏友花了一个下午时间 一直赖着不走 还说什么在这里过夜 晚上把马偷走 都没下着老农 陈庚见罢 便把许氏友拉了回去 回去路上 陈庚对许氏友一顿好笑 许氏友也自认碰到倔老农了 没法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